今天我们听老板指挥看看做什么活 可能昨天晚上在这里卸了一堆石头 挖急现在开不上去 往旁边赶一下 开上去看看什么情况 今天的施工位置就是在村里面 村上有这么一条活 我们准备从这里修一条路修过去 修这条路是因为活对面还有几副人家 路修通了出入就比较方便 下雨天出门就不会采息篱笆了 今天的干活内容就是配合着工人在航管两头 关模板打上混泥土 这里是转弯的位置感觉不够大 就用挖机给他清理一下 方便工人等一下在这里比较好支模板 这航管的两边最容易被水冲了 所以就需要倒上混泥土挡墙 把路机给他保护起来 这下面挖好过后 挖机就过来把这一堆土给他散开 这堆石头老板说太大了 需要挖机给他敲小一点 上次就是用牙齿敲石头 把牙柱都给敲掉了 小亏了200又重新给他焊上了 模板已经快治好了 把流水的缺口先给他堵起来 堵好了过后就准备到混泥土 这里就是暂时性的先给他堵上 等混泥土打好过后 再把活道给他清理干净 我们悄悄的趁模板不注意 在他旁边丢一点土 让模板有了靠山 混泥土打在里面 就不会往外面挤 不得不说 这两个工人动手能力增强 关这个模板就跟我开挖机一样 像搞着玩 我们相互配合 很快就把模板给他装好了 接下来我的挖机还需要在这里挖一个坑 等一下货车拉着混泥土 就直接倒在坑里面 再用挖斗挖上混泥土 转到模板里面 这样做事就会提高效率 挖的这个坑就刚好装下了混泥土 到混泥土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尽量的放低一点 动作缓慢 减少对模板的冲击力 尽量的对模板不要造成损坏 一旦模板被爆开 就非常的麻烦 影响施工进度 今天的任务先打一层混泥土 跟水泥管一样高 等混泥土干了过后 就把模板拆掉 重新在混泥土上面关模板 直到最后跟路面一样高 等把这里做好过后 整条路还会给它打上混泥土 以前没有修这条路 村民都是从旁边的桥上面过 旁边的桥看上去遥遥可危 村民过路也是非常的危险 这边也是一样 用途把边上用途给它保起来 接着就是端这个混泥土 往里面倒 不知道现在的人是怎么了 住在活这边的人 跟对面的村民勾心斗角 他们不用过活 就不想我们在这里修路 真的是心态有问题 叫做 pem捷地 那边有什么 我可以 这样有什么 这边都可以 因为 我可以 也不紫 我可以